基本上來說我們大陰唇通常都會希望它看起來是年輕飽滿上面沒有皺褶的 那小陰唇就是要躲在大陰唇的裡面就是不要超過大陰唇 這樣看起來就是我們覺得好看的一個狀態 私密處的暗沉其實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後天的原因 先天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為荷爾蒙而造成的 比如說有一些孕媽咪他們在懷孕的過程當中因為荷爾蒙的增加 所以會導致身體各處部分的色素沉澱 但其實私密處的色素沉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跟一些衛生習慣有關係的 比如說穿一些不合身的緊身內衣褲 或者是使用衛生棉 長期衣物的摩擦比較容易造成這裡的色素沉澱 一個很特別的例子就像有一些年輕女生喜歡穿丁字褲 他們就會發現他們的骨勾部分就有一條黑黑的色素沉澱 所以其實選擇恰當的內衣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基本上來說其實私密處的色素沉澱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選擇衣物的不恰當 還有一些反復感染的問題 反而跟性行為次數的多寡是沒有什麼太大關係的 其實私密處的保養品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希望選用比較偏弱酸性的 PH值大概5.5左右的一些產品 包括我們也很建議女生使用私密處專用的沐浴乳 因為他們的PH值都是調整過的 那在外陰部的保養品呢 我們會希望它看起來皮膚更好一點 或者色素沉澱的情形再更好一些 基本上這些成分盡量是越偏天然的成分 越低敏越刺激性的是最好的 所謂的VIO除毛呢 就是我們把私密處所有的毛髮 一直從我們陰部到肛門這邊所有的毛髮 全部都把它除乾淨 那一開始的時候大家以為 它可能是只有一些美觀的功能 比如說我穿泳褲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這些毛髮露出來 比較看起來比較美觀一點點 但後來我們發現 當這些毛髮去除掉的時候 因為它比較不容易沾染到我們私密處的一些分泌物 或者是一些精血 所以很多女生都發現 對於一些異味啊感染啊 有非常大的改善 其實通常來說 我們如果使用私密處的保養品的話 使用保養品就是這樣 你必須要天天使用 直之以恆你才會看到它的一些效果 就像我們女生在練凱格爾運動一樣 很多人都覺得 我應該一練練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我就要馬上漏尿的問題解決 我的私密處就要很緊實 但基本上來說 即使你有正確的訓練抬格運動 你都不會發現說 我們需要兩三個月的時間 這些激勵什麼東西才會逐漸建立 所以美白也是一樣的 所以當你如果說 我希望這裡能夠快速美白的話 我們一般來說 會建議使用一些用雷射來輔助 比如說像早期我們用競膚雷射 現在我們可能就進步到用平秒雷射 去改善這個私密處的暗沉 絕對有幫助 會比你在使用一些私密處專用的保養品 是快多了 但是並不代表說 我們全部都是只靠雷射的部分 因為雷射你可能大不了一個月來做一次 然後你回家又不保養 這樣是不OK的吧 就像你來診所你打臉的 比如說平秒雷射好了 你回家你還是會繼續用保養品 持續的做美白的部分啊 所以兩個東西是必須要相符相成的 差不多一個月兩個月左右吧 一開始我們在治療期前面三到六次 可能會建議一個月就來一次 那當然後面可能會狀況比較好一點 可以慢慢拉長時間 下星期 下星期 下星期